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我们讲世界上最好的就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最好的作品当中的人物 我们随便讲奥德修斯 是吧 打了一场大仗 为了海伦 大家知道这边帕里斯骗走了海伦美女 这边希腊城邦不干了 组织了联军跟特洛伊城邦打仗 打了十几年 最后死了死伤的伤 但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人物呢 在这个战斗当中涌现出什么样的英雄人物呢 除了天神之外 涌现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叫奥德修斯 他除了会打仗 除了会造一个木马 他还会干什么 他会回家 奥德修斯告诉人们 人打完了仗以后要回家 要跟妻子团圆 就是他讲了一个最朴素 最根本的道理 他那么有智慧 战胜了独眼怪兽 战胜了白骨精一样的美女 战胜了所有的敌人 残酷的敌人 足之多谋的奥德修斯 最后怎么样 回到了家乡与妻子团圆 他最后涌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也就是这个英雄 他不是是杀人 不是是放火 不是说得到了多少功勋 他得到了 他心中有加 你看 你们打仗都打昏了头吧 你们打得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我奥德修斯打出来一个什么仗 打出来一个与妻子团圆的一个争途 打出来一个白帆 是归帆 也是争帆 他回到家里 跟妻子团圆 所以古希腊人最后发现 塑造出奥德修斯这样的人 这个民族立起来了 这就叫人物 什么叫人物 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 我们仔细地分析 不是说我有偏见 我们客观地把这个手机当中 这个严手衣这个人 我们得好好看看 他灵魂深处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吗 一点没有 或者说他有作者没有让我们看到 是不是这样 大家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中国五四以来 再早一点 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作品 水浮 一部水浮塑造出108个人物 随便讲古上早十千 是吧 就是活灵活险 你报一个名字 马上这个人的 所有的他的身世 他的形象 他的性格 就跳出来了 你讲古上早十千 咕隆咕隆 那儿一个人在偷东西 就那么灵巧的 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 每一个人的性格 那么的丰满丰富 你讲三国演义 是吧 更不要讲了 每一个人的性格 你讲红楼梦 是吧 精灵十二猜 一个跟一个完全不一样 宝玉跟那些假真假连的 那更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是活脱脱的 但是大家回顾一下 咱们不要讲远了 不要讲五四以来 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的这一百年 这六十年的文学作品 塑造出什么人物来吗 好像没有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 塑造一个雷锋 雷锋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吗 塑造出了一个样板戏当中 李玉和什么的 都是有一点概念化 是吧 有一些 但是还塑造出来了 柯香啊 这些 它有一些 有一些脸谱化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 这么多年 这么多文学作品 塑造出一个谁来啊 一个都没有 一地鸡毛 就人立不起来 你写什么呀 大家理解吗 我不是说要塑造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是塑造出一个活脱脱的人呢 这个人可以浑身缺点 像这个宝玉 无能天下第一不孝自古无双 他是塑造出这么一个人呢 但是这人怎么样啊 这人他是一个新人 New land 是一个新人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有新的新 新的灵 新的新 圣经当中的用语啊 因为他有新的新 新的灵 故而他是一个新的人 他是一个新的人 你说严守医这样的人 古往进来 那哪不多的是啊 这有个老婆呢 找个情人 然后怕被发现 只不过他用了个手机而已 你有什么新意 新的新新的灵 宝玉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 中国的四大名著 是吧 三国水浒 西游记 三国水浒西游记 这三部作品当中 有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吗 没有 好不容易有个貂蝉 还是政治斗争当中的牺牲品 是吧 完全是为了政治斗争 去牺牲自己的 你想精灵十二差 根本不跟你们玩 什么政治 我们都不懂 我们就会写诗 就会恋爱 就是这样 宝玉是怎么样 宝玉从根本上来讲 他否定了传统的思想观念 他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 他上来就把中国这个传统给颠覆了 大家看那个西游记 三打白骨精 打的谁啊 打的是美女啊 白骨精是什么 就是美女美色嘛 还用说吗 打死她 这个尽管他佛教上 西游记有很大的成功 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你就从人上来讲 女人来讲 就是女性塑造来讲 是很失败的 观念是很传统 宝玉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想做官 我不做 你们想发财 我不要 我就喜欢写点诗 在每一下 我就要连相惜遇 他宝玉就会连相惜遇 怎么了 他连相惜遇了 你们说我一无是处 我就一无是处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新人 他有一个新的心 新的灵 通灵宝玉在他手里 漠视漠望 我掌握了你们没有 你们丢掉的东西 你们把什么丢了 你们把玉的精神丢了 你们把玉丢了 我没有丢 你们光知道打仗了 你们光知道 勾心斗角了 夺权了 争天下了 我干嘛 我说不跟你们争 玉是精神难比绝 血为肌肤 亦销魂 我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对视 探纯这样说的 他就在保存人心 一个民族要丢了魂 丢了心 要变得没心没肺的时候 宝玉说 我来告诉你们 我含着玉来到这个人间 我要告诉你们 莫失莫忘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人物 这才叫人物 否则的话 你一个人 你塑造的他在 有多少钱 有多少能力 有多少美女 围着他 有什么意义啊 是不是 他没有一个新的 一种精神存在 就像那个 我们做一个比较 我们上次比较过 我们从人的角度再比一次 我们拿赵本山 跟这个桌别林来比一次 是不是 都好笑 赵本山很幽默 我也很喜欢看他的东西 但是笑到最后呢 就发现 他的这个人物 他塑造的这个人物啊 稍微的沾染了一些书气 我不愿意说这个字 但是就是庸俗的气息 不是说通俗 他身上有一些农民的狡猾 有一些机制当中含着狡猾 有一些庸俗的东西 有一些六须拍马的东西 这个明白着的 不用多说 桌别林也塑造的一个流浪汉 也是穷的叮当响 什么都没有 但他身上有一种什么呀 他身上有一种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是什么 自由平等不爱 就是我流浪汉跟你们是平等的 我有爱啊 我走到哪里 我寻找爱情啊 你们看那个舞台生涯 那么感人 他一辈子当小丑 很失败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他要寻找真爱啊 他要用他的最惨淡的人生 寻找最美好的爱情 这才是那个小查理啊 他成天偷一块面包干什么 给孩子吃啊 他自己吃饱肚子 还要帮助这些孩子们 而且他那么生动 他那么聪明 他不被你们捆住手脚 他有他的办法 来过上好日子 所以美国精神在他身上体现 我们看到赵本山有这么好的心 这个机会 每一年这么多人看他 他蛮好塑造出来一个 中国农民 真正的一个优秀的农民的形象 这个农民 他不应该是 你看培养出来的小沈阳也是 我上次看到小沈阳的父母 采访小沈阳的父母 我感动的都要流眼泪 他的父母那么朴实 那么善良 所以我一下子理解了小沈阳很多 可是他在作品当中没有体现出来 他的作品当中把大家搞笑了以后 剩不下多少东西了 他完全可以回过头来看他父母一眼 流着眼泪看他父母一眼 含着眼泪 就像那个望娘滩 回来看他的孩子 孩子看父母一眼 可是没有 我们看最成功的那个小品 是吧 那个小沈阳出来的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 还有那个鸭蛋什么的 不差钱 那个小品写得很好 但是骨子里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要成名 是吧 就是一个普通人要当明星 普通人当明星 也是要升官 要发财 要当明星 这是一个道理 他并没有一种真正的 所谓的人文关怀 就是说 你看这个查理塑造的 这个小流浪汉 他要干什么 他什么也不当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要找爱情 他要获得一种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要有一种尊严 就美国精神就是这样 要废除奴隶制 要废除这种不平等的思想 所以他身上有一种平等的精神 这个你看秀兰敦布尔演的那个 秀兰敦布尔这个孩子喜欢的 往往是那些黑人 老人 穷人 他身上也体现出一个 一种美国精神来 像惠特曼的《草业集》当中说的一句话 为什么惠特曼写草业集呢 那这个同学写的叫什么 死草 就是这个 草业 惠特曼在这个序言当中说 在宽阔狭窄的地方一样生长 在黑人白人当中一样生长 就是说 它是草 天涯何处无芳草 它不因为地域 也不因为宽窄 也不因为黑人白人 它身上体现出一种平等的精神 自由的精神 所以人物 我们看人物 我们再讲 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 比如说悲惨世界当中 让让 悲惨世界为什么是大作品 是因为它人大 跟我们学校的名字一样 人大 我们的人大 就是我们看 让让让这个角色 看个让让这个角色 让让这个角色 他这个大 不是达官贵人 也不是有钱人 不是什么 他本来是个苦疑犯 他因为偷了个面包 给判了19年 做苦疑的时候 他逃出来 他跳水逃出来 逃出来以后 在监狱里学了一点本领 他发了财 发了财 买了个假身份 当了一个市长 他的灵魂的觉醒 是怎么觉醒的 他从监狱里刚出来 有个小流浪汉 这个还在那玩什么 他把流浪汉的 一点零钱也抢走了 他到米利耶祖教家 米利耶祖教是什么人啊 基督精神的一个化身 这个米利耶祖教 接纳他 给他吃 给他住 最后呢 他临走的时候 把人家的一套银餐具 偷走了 偷走了之后 刚出门 给警察抓住了 警察马上把他带回家 跟米利耶祖教说 你看 这个坏蛋 好人没好报吧 你对他这么好 他把你家银具偷走了 米利耶祖教说什么 我的朋友 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察先生 这是我送给你的 这个仰仰一下子崩溃了 他精神崩溃了 崩溃了是什么 是复活了 也就是说 他身上的基督精神 他身上的爱 他身上的沉睡的灵魂 从地狱当中解放 他一下觉得 哎呀 原来人世间 这样的灵魂 是最高贵 他一下子意识到 这个悲惨事情 大家想想看 编的这个故事 还是真实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 他那么的让人幸福 真正的就是 流浪汉会做出这种事来 从监狱里出来的人 你对他好 他把你家东西偷走 甚至我们看到 有人对他好 他把人杀了的人都有 我们在那个 法治在线 经常看到天网栏目 就是有一个人漏腹 他从监狱里出来 有一个人漏腹 请他吃饭 最后他把这个人杀了 抢他的钱 都有 这些人 他的灵魂被恶魔占了 所以然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被基督精神赶召的人 赶召了之后 他当了市长干什么 他成天想的不是升官发财 不是得天下 他成天想的要拯救苦难 拯救苦难也不是空话 他帮不了那么多人 他帮一个最惨的人 就叫方丁 方丁是个什么人 是个社会上最低下的人 是个妓女 卖了身体 卖了牙齿 卖了头发 什么都卖了 还养不活自己的女儿 Gazette 他把Gazette 积养到一个人家 那个人家坏透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然而上非常理解 这个耶稣的话 就是说 我猜你们来如羊 入狼群 你们要训良像鸽子 灵巧像蛇 所以这个然而上 知道这个世界 非常的黑暗 非常的悲惨 但是他很聪明 他不那么傻 他聪明的目的是 他要拯救这些苦难的人 所以他把这个 后来方丁把他的最心爱的女儿 寄养到一个坏蛋家 结果那个人折磨这个孩子 所以然而让他最后实现的是什么样的理想 他最后他帮助方丁 最后方丁被那个坏蛋沙威这样的人给吞噬了 方丁得了肺病 最后夭折了 他的孤女Gozette 成了这个 让而让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那一幕镜头 Gozette半夜出去打水 一只大手把水桶提起来了 我们看到那个 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 法国请全国之力 拍的一个百老汇演出 经久不衰的悲惨世界 就是那个歌剧 写的特别好的一个歌剧 他为什么写的特别好 他本子好 他编剧好 他有这个编剧 怎么写怎么有 因为这个然而让 他这个人 这个人物 他的心是立起来 他在那个时代 他超越了 他的同时代的人 他是个新人 他走在这个时代 前面几百年 就像尼和刘道夫 复活当中的尼和刘道夫 他忏悔 我们先回到这个然而让 这个然而让最后帮助 帮他找到爱情 帮他获得了 这个人生的幸福 在社会上也找到了 自己的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个人生 这个杯酒是苦涩的呀 最后 在他的婚礼 跟然而让讲 你能不能不去啊 意思就是说 好像你去了 有啥风景吗 还是有爱观瞻 然而让就很伤心 但是尽管如此 他心里面这种基督的爱 这种拯救 是贯穿始终的 所以一个好的作品 绝对不是说 如果会编故事 咱刘正云 咱也编一个 那个更离奇 差距大了 不是差在编故事 谁都会编故事 我们在生活当中 发生的故事 离奇的多 心不一样 人心不一样 这个心思 这个人物 他的境界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民族 是吧 现在经济复兴复苏 有钱人很多 有钱人最后就捐款 捐了 有的时候捐多了 捐少了 还在那里吵 除了捐钱之外 我们看不到一个 有钱的人 像然而让一样 他们有了钱 有了官职以后 他们把这种钱和官职 演化成一种精神 化为一种精神 化为一种行为 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和行为 一部悲惨世界出来 一个然而让 这个角色一诞生 从今以后 沙威就别混了 理解吗 所有的沙威 在法国社会 就死定了 所有的然而让 都站起来了 所有的方钉都得救了 所有的格战都得救了 所以法国人 如果看见一个妓女 他首先想到 是不是社会对他不公平 是不是生活压迫的他 他的女儿还好吗 法国人都这样想 肯定这样想 因为读了悲惨世界 我们中国人一看到一个妓女 这个人不劳而获 他是不是 不是什么好人 我们这种观念还是不想的 所以悲惨世界 它触及到了社会的本质 它在序言当中写 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就是饥饿使妇女堕落 虚荣使男人堕落 饥饿使妇女堕落 我这本书就会有意义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贫困 存在着不公平 这本书就不会没有意义 如果看得很深远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塑造出了一个人 一个大写的人 整个这个西方社会 当时还在这个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复辟当中 挣扎的时候 人们在流血 在这个争斗当中 找不找北的时候 他给你们一个灯塔 就是人啊 塑造了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有血有肉 有一些细节 那些他去这个Gosette家救那个孩子的时候 有一些坏蛋 一些地痞流氓 来要用武力来抢这个Gosette 还是怎么样 要来征服他 他拿着一个烧的滚烫的烙铁 在自己的脖子上这么一烫 那些人全傻了 这都是黑社会里面练到的 他一烫 你看 你还跟我混 意思就是说 我对黑社会比你们还要了解 我是从苦难当中来的 我不是云里雾里的那个神仙 我是从苦难当中长出来的 但是弥利埃主教 基督感动了我 我也要来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整个这个作品 为什么这么伟大 他可能细节当中 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完美的地方 都不要紧 他伟大就伟大在 他塑造了伟大的人 伟大的精神 就是这个作品 我说来都有 我那个说 我跟他担行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